若sinθ等于13分之5 而且tgθ小于0 是求1加cosθ分之tgθ加secθ的值 当sinθ等于13分之5的时候 代表呢它是大于0的 而sinθ在大于0的时候呢 是属于第一二相线 而tgθ题目告诉我们小于0 小于0的时候呢就是在二四相线 综合这边两个条件我们可以知道 θ呢是属于第二相线内的角 第二相线 为什么我们要先判断第几相线呢 因为我们的sin,tg,sec,这些三角函数 会因为不同的相线的角度而有正负号的差别 所以我们要先判断它是第几相线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θ呢是属于第二相线的 所以我们要利用到的这个参考角 好,那sinθ呢是13分之5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r等于5 而y的地方呢是5 这样x的地方是多少? 5,12,13是我们常用的三角形的三个边 好,那在这里是第二相线 所以x的地方必须要带负号 所以x呢是负12 好,接着我们题目的式子 1加上cosθ 好,cosθ呢在这个第二相线的这个参考角呢 就是13分之负12 所以13分之负12 而tension的地方呢是x分之y 所以是12分之负5 再来加上sec 好,sec呢可能会比较不容易看 所以我们把它三角形再超一个下来 sin,cos,tension,cotension,sec 所以sec呢是负的12分之13 好,那我们来做运算 1加上13分之负12 好,那是不是13分之1 那分子的部分呢 就是负的12分之18 好,那这边我们来做一下运算 呃,这边先约分好了 12呢用6约分12 18约分呢13 好,那这样就可以等于负的2分之3 除以13分之1 好,除了我们把它改成成的 就要经过导数 所以变成乘于13 这样我们的答案就是负的2分之39 3分之10 4 Depois 呃 9公里面